比方说我以前可以一年拍七部戏 到追隆 我追隆就拍了两年 用时间来疗伤 就可能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拍的太 那种状态太难 因为当时是用胶卷的 一开机旁边就会 有一点这样的声音 不收音嘛 我试过感觉到 天天拍天天拍天天拍 日拍夜拍 有一次我突然开机 我想吐 真的想吐 拍吐了 拍吐了 那年我导演了七部 兼职了三部 日夜日夜日夜 都市大片 可能一部 一天分三组的 我三组出去看一看 就让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我一个夜班 六点到十二点 在上市拍周星辞 然后十二点就开车去驾 和拍成龙拍到天亮 我天哪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没办法 两部都赶得上 是为了挣钱 不是 你接了两部都 然后他的档期互相改变了 就变成有碰撞了 你死好拍啊 你看这个跟这个内地的导演的想法 真是很不一样 你看我特别理解 我老师印象特深刻 我有一次看张艺谋的一个采访 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那种感受 就是啊 你一个文人写文章 写不好了就重写了 对吧 他说啊 他说其实很多电影啊 拍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知道完蛋了 这个电影必败无疑 他说但是你知道吗 你是灵魂啊 你必须撑着 给大家信心 把一个明知道失败的事情 给他干完 哎呦 我觉得这导演这个 是会有这种的 长城我我看他拍了三分之一 你知道失定了 是吗 怎么就你能看出来呢 你这个内涵怎么就能看三分之一 因为我看戏看到三分之一 就我我都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收拾了 你觉得他自己那时候也知道 肯定知道 我觉得这样就是 真的比起来写东西容易太多了 你想想看像最近权力的游戏 前阵子权力的游戏播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一季烂尾了 很多影迷市民这么讲 然后就说他应该要再拍 不是有一个请愿网站吗 海底森都 已经有超过 那是当时有超过130万人 在全球连署 说要求HBO重拍这一季 那么然后我就想到这个 以前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 他在写小说的时候 写到后来 他本来不想再写了 写兔了他也是 那就把福尔摩斯写死掉了 然后所有的书迷大骂 然后说不行 福尔摩斯怎么能死 只好他又再出来再写 他又活过来了 但你看写书多容易 写书你觉得这个决策写死了 好那我下一本赶快把它又写活了 金庸也试过两次 是吗 第一次就是那个神雕小女 小龙女 16年后在此重会 他就是骗杨过的 他跳下去就死了 所有人都说不行 然后他才 他实在说不通的 他把它说到 这个独自送到北法了 没法子了 后来他就随 就是蒙混过关 根本就让小龙女诱惑了过来 另外一次 就是天龙霸布 乔峰打死阿猪 又全世界反对 可是他这一次他再不肯了 他就继续写下去 就是这样 所以但是电影或者电视剧 你怎么可能 这是一个多么耗资巨大的东西 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 就你刚才讲力气大 是不是越厉害 就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 就香港电影 我们或许过去这种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不是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了 根本不可能再持续 是 是持续不下去的 是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看美国这几年 好莱坞 他们拍电视 拍电影 那么强大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非常专业 他所有 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电影是能融资的 就比如说 实在也不是 你说他专业 实在要不专业 也非常不专业 实在 李连杰告诉我 他去拍那个 《红天炮》第四集 他的第一部续片 根本也一样 真的吗 天天飞紫 天天飞紫 也这样子吗 Mell Gibson说了算 哦 大腕 大腕 大腕说了算 因为钱是Mell Gibson找回来的 他是老板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问题是 香港做什么弥漫世界 但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有分别 就我看到内地电影也好 或者相当电影也好 比如说你有可能说我拍部戏 我去融资吗 去找银行贷款吗 很难 但是在美国他们可以这么做 可以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 你要贷款 你要有标准 我要能看你这个电影 最后票房是多少 但我怎么去预估这个呢 这个预估是要科学的计算出来 比如说你有几个演员 不是 他有个Bond 他每一部戏都有个Bond 对 有债券 不是 那个Bond是等于一个保险公司 你要给他费用 他去保证你能拍完 你说这个 我认识一些电影公司老板 我发现真有神的 我估计金哥是不是 你也有这个本事 就一部电影上映 他给我们吃饭的时候 说一个 说这个八亿 最后可能就是七亿多 或者八亿多 就能说的特别准 他没有什么大数据 他就是一种经验 第一他看过那个戏 第二看对手 你现在看一部片子 你能算 我以前在香港 基本上不会距离超过15% 现在不敢说那么准 因为片房背后很多东西 很多活动我不知道的 什么活动 各种活动 刷票房 各种活动 你说像你刚才讲 这个权力游戏 这个什么烂尾啊 什么的 我又有一个偏见 就是我看有的东西 对我来说 就是超越了一般的影评了 你说它好 说它坏 没有用 你知道就有一个 就是跟我们说的 这个专业化制作有关系 比如说咱们讲这个画 我们知道 你像中国这个北宋的这个画 和明清的那个写意 完全不一样 北宋的话叫什么呢 巨细无疑 就比如说咱们说 那个清明上河图 他从大的这个故事情节 景观上讲 是好的 是牛的 但是最小的据说 就是比如说 你看一个酒馆 两个人划拳 对 他连这个指头都没错 这就是说 他连每一个细节 都做到可丁可卯 都做到特别好的时候 你比如我看权力游戏 说实在的 有些时候情节 我都不求甚解 你知道吗 就是看着这些 哎呀 这么好的盔甲 这样好的演员 这样好的这个镜头的剪辑 一切的这种 你就愿意看 他多演半小时 你也可以多看半小时 他好像就超越了 我们一般说的 这个故事是不是烂尾了 所以我就说 像您刚才讲的 这个香港电影 当年的很多 这个 这个 可能就会 所以就说 是不是碰到极限了 对吧 有没有这个道理 我就说 你觉得香港电影 当年那么拍下来 靠着这个灵感 靠着状态 香港电影的崩溃 根本不是因为素质 是因为台湾崩溃 最大的买家崩溃 他一直就这么认为 是个市场的问题 市场问题 那您刚才说了 不然香港电影 为什么能在大陆重生 我们这一辈 像最强的导演 在大陆每一个都能重生 差不多 重生是重生 但是好像现在能创造 几十亿票房的那种 还是内地导演居多 那是一种 我觉得 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情绪 那种情绪是我们不具备的 他有一种同情共感的 就你能不能拍到那个东西 就是一种共振 有一种情绪共振 那你比如说 刚才你讲了 说这个王家卫比贾长科好 那么王家卫 你不是经常也把他当笑话讲吗 因为他也熟 我跟他好朋友 根本是无所谓的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 他拍片的路子 你这个当商人来理解电影的人 你能接受吗 有几部我很喜欢 比如说 比方重庆山林 他第一部的望角墙 卡门 那个叫什么 那个当曼月梁朝 花样年华 不是 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 我很喜欢 一代宗室我也很喜欢 有的当然不喜欢了 有的他自己都知道了 但是那个老亏钱呢 或者说拖着这个几年开不成呢 他后来都是贵自己的钱呢 那你理人家什么呢 人家自己找钱来亏嘛 那是人家的选择嘛 有一点呢 这个京哥这个很有意思 他同时也是个投资的 你比如说 他自己拍电影 就讲要赚钱 对吗 但是呢 他投这个许安华的 天使为日与夜 天使为日与夜 日与夜好像是打平了 是吧 日与夜差不多打平 对 但是夜与物是不是亏了 亏了 那你为什么有投资 给这样的电影呢 尊重专业 我就是 那我是商业片的专业 所以我一定要把商业片 拍到几次 可是我要支持拍艺术片的人 把艺术片拍到几次 那你就不是一个 专业的投资人了 是 投资人来说 我并不专业 那就是有情怀 有时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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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怎么想要 投这种电影 没有啊 当时就是 没有人投 我就来投吧 安是那个那么好的导演 怎么 不应该没有人投啊 那我反正能 投得起就投呗 而且天使为 是一种典型的 香港人的情绪 对 而且博士很贵 太贵我就 没办法了 他现在拍的戏都很贵了 对 没错 我还记得他 那个英文名字翻译的特别好 叫做The way we are 是不是 天使为嘛 那个很香港 马上一种那个感觉出来 香港的共振 马上就感觉 共振就会出现 所以我就看这个 京哥他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说呢 你看 就是咱们节目的 曾经有一位嘉宾 又一次聊起你啊 就讲说 都说这个王晶 那个拍烂片 对吧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是香港电影 一段很长时间的 这个困难时期啊 他养活了很多人 甚至他就说 就说他 如果没有所谓 王晶的烂片 也就养不出 王家卫这样的片子 说他是一个底 但是后来我看你自己在某种场合 你也说到一个底的概念 但是他说的底的概念 反而是说他投这个艺术片 他说这个电影需要有个底 就实际上你觉得 反倒是这些文艺片 有某种电影的基础的这种作用 我觉得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 每个人自己对这种状况的解释都不一样 不过香港导演是很团结的 香港导演就是 一站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互相提起 互相尊重的 就是本身有什么 可能有什么私人恩怨 都不会拿出来的 都会收在一边的 这个是挺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导演 我挺骄傲的 那你现在不是老住在北京吗 都有 香港北京都有 我觉得您这个最有资格讲讲了 就是我一直觉得香港导演 他合拍片呢 或者现在很多都在内地发展的时候 他觉得有什么拧巴吗 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意思 实在 谁都会有这一段 当你过去了那一段 就没有拧巴了 就是最主要就是 你还没投入那个生活当中 我现在 我完全可以当作自己 是一个北京人一样的过日子 我不回去都行 我有我的朋友 我有我的圈子 我有我的家 我有我的车 我有我的司机 我的公司 什么都有 基本上我是 我是可以 就是不回香港的 就是 而且 以前我的普通话 偏台湾音 现在基本上都没了 你看 但是在电影创作上 刚才他讲到 有个同情 你跟一个地区的人 你同情共感的问题 那比如说喜剧呢 喜剧 我觉得 内地人的笑点 和香港人的笑点 是不是不太一样 你不觉得 我这五六年 很少拍喜剧吗 所以在这个商人 的思维 必时继续 是不是更难 要掌握这个笑点 难一点 没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用同一种 共振 长大的 终归是好一点的 有一个科学研究 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笑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人是跟熟人在一起 笑的几率比自己一个人 或者跟不认识人 要大几十倍 你看我这两年都在拍 就是要熟的 我追龙一 追龙二 下面追龙三 这样一直追下去 都不拍喜剧的原因 比较难了 你找不到这个打通的公正 不是 有 可是怎么都没有别人好 没有 就是没办法 好像麻花 他们这样做到那种 那种情况 做不到的 按说你是研究喜剧 也等于研究了半辈子了 是 是吧 那你比如说香港代表的 就是星爷的这种 所谓这个无厘头 但是 星爷的新喜剧之王 你愿意评价吗 我挺喜欢的 怎么说 我觉得他 搞得不错 这些 比之前两部戏多好 可是就是不吃 不吃就不吃了 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共振 以我评分 比服药片 都好 但他有没有这个 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 我觉得 这个现象蛮特别 就那个时候 他是为香港人拍的 但是后来被配音之后 反而在内地 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 就一开始吧 也是呢 他为前拍而已 跟你一样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笑点的掌握 他对什么叫好笑 那个东西的掌握 他也是用香港人身份来理解 是 那为什么内地的观众看了 也都觉得好笑呢 而且我觉得 因为以前那种喜剧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动作 你看他的以前老人那批 我跟他合作的那些呢 有一些口语 还是挺受欢迎的 他自己的多半 吃的都是动作 而不是口语 你可以想想 比方说 抱住婆 你记得他有什么对白吗 你不记得 你记得他拿 那个扇子 谁来打人 对 你记得他 那个思考空 你记得这些动作 动作的东西 你不记得他任何对白 这靠表演 靠表演 你觉得他是 这个最好的喜剧演员 是 他从来都是 但是这一套 我估计后面 三十年都很难有人追到他 是吗 沈腾呢 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演员 跟他不一样 大家节奏都完全不同 你比如说 您也是作为香港人 你看现在 内地最火的喜剧 你笑吗 笑 你觉得你的反应 跟影院里的 北京观众 是一样的吗 同频的吗 未必 可是我笑 他不是觉得对立的 他有些东西 我看 跑了物片 我都笑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 你在美国的喜院里面笑 宁愿看 有的人 啊 狂笑 你都不知道他笑什么 但是为什么 现在有些影评会讲 就是说 当年星爷的那个是老梗 那些老梗 现在再使出来 今天的观众变了 什么的 影评界是从来 是最没有 就是规格的 任何人都是影评人 是不是 你不需要上一个课 或者拿到一个学位 才是影评人 所以你为什么 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没有意义的 任何人都可以是影评人 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我 他说这个还真有意思 我 因为种种原因啊 我前两天才在那个 收费电视上 看了这个新喜剧之王 因为之前都是说 很多恶评嘛 但是我看了的感觉 我觉得真是跟京哥有点像 甚至我原来认为 他是很随便瞎拍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挺认真的 他可能转角有一点错误 王宝强的角色 是有点放错了 如果调一调会好很多 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 就是他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的问题 很难代替 你找他的这个 他设计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他说的 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生发出来的东西 但是要换了一个人呢 好像 做不到 是 因为呢 他当导演的时候呢 他真的会演一次给你看的 他就要你演成他那样 一模一样 可是呢 谁演得到呢 可是呢 就每个人都演不到 然后他就很生气 后来 舒淇他们 故意 你演一次给我看 实在就是想看他演 好笑 就这样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演了呢 对啊 就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 面对不了自己 就这样 我都演不了 不要说他了 现在 是吗 要体面了 不是 就是到了一个年龄 你就做不了 以前年轻人做的那些事情 能理解 能理解 哎呦 就是现在我 我也不太想拍戏剧片的原因 我宁愿 不好笑了吗 不是 你想的事多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觉得我 我混了那么久了 我年龄到了这份上了 我还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些了吧 那你觉得喜剧是一个 比较初级的东西吗 所以要 不是不是 问题是你去演啊 你去搞 让年轻人去演了嘛 你老人家还去演 那乌迪艾伦不是自己 还在演吗 谁 乌迪艾伦自己也在演 他也很搞笑 我觉得他好可怜 这个他这个里边啊 其实都有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 你看我身边我们熟悉的 更多的是说导演 我要拍我心中的东西 我要讲我要讲的话 对吧 就是我爱拍什么 但是我觉得好像 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困惑 就是 因为 我把它当作我的career 职业 not my happy 不是我的嗜好 那你做的苦吗 不苦 做的开心吗 开心